大家好,我是响哥 又到了每天都吃姜水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姜水最简单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把新鲜的小芹菜 将芹菜洗干净之后切成长一点的段 放入盆中备用 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烧开 再找一个空碗,加适量的面粉 倒一点清水,将面粉化开 搅成面糊状 锅中水开之后放入切好的小芹菜 将芹菜稍微烫一下 时间不要太长 要不然做出来的姜水菜会很绵 接着将芹菜捞出来 不喜欢吃芹菜也可以用其他的菜 像土豆,木薯菜,莲花菜等 然后将搅好的面糊倒入锅中 再次烧开 开锅之后关火 用勺子搅动一下 将面汤晾至30度 接着将面汤倒入瓶子中 或者坛子,瓦缸都可以 紧接着放上烫好的小芹菜 再倒上以前做好的老姜水 用勺子或者擀面杖搅拥 最后盖上盖子 放在暖和的地方 发酵两天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一下 想哥发了两天的姜水 先把盖子打开 看一下上面特别的轻 面粉都充电在下面 想哥喜欢吃浓白一点的 所以用勺子稍微的搅动一下 姜水就会变得比较白 姜水做好之后可以做很多的美食 比如姜水面 羊鱼角团 凉粉 或者直接饮用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做姜水的技术总结 第一 做姜水的菜有很多 芹菜姜水最为清香 第二 做姜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铁锅 第三 做面糊用的面粉 也可以用豆面 玉米面或者桥面 第四 投姜水的温度很关键 一般情况下30多度 第五 如果家里面没有老姜水做影子 也可以用白醋 发面 牢骚 柠檬汁 或者其他比较酸的水果 对其 但是白醋做的姜水 口感会差一些 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加 每天把姜水搅动两次 放到有阳光的地方 自然发酵10天左右 最重要的一点 盛姜水的东西一定要干净 无油 感谢观看